回到第二節,我們繼續探討指揮功能的功效 今節我們會用錄音去看指揮對不同樂隊有什麼影響 可以做到什麼,有什麼不同 我帶了兩個樂段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樂段就是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的第一樂章 為什麼我選這首歌,除了它的歷史背景當然是很爆炸 在貝多芬當時的交響曲來說,一首交響曲可能是20至30分鐘 大多數都是20,但貝多芬的交響曲一個樂章已經佔了20分鐘 它整首第三交響曲有50分鐘 那時候來說,其實它的交響曲是不太成功的 因為有人一坐坐50分鐘,人家想著20分鐘去拍攝又離開 所以很爆炸 還有另外一首交響曲是正常交響曲的第四個樂章 第三個樂章的時候,它正常是一個面wet,即是小步舞曲 即是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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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本身是用來跳舞的 而貝多芬就把第三個樂章弄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即是別人已經跳不到舞了,就變成不是一個面wet 他就把它改成一個schedule 所以當時那些觀眾聽完第二個章的時候,要聽第三個章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呢,就覺得這個人很瘋狂的 他的歷史背景當然是很特別 另外一個個人的原因是選擇這首歌 就是我在歐洲讀完七年書之後,回到香港第一首指揮的音樂 我們現在聽聽的錄音 就是Christian Tilleman指揮維亞納愛惡 這個就是維亞納愛惡的黃金大廳 這個就是Christian Tilleman 他是被譽為德國指揮裏面最出色、最傳統的德國聲音 我們現在聽聽他貝多芬第三個韻谷的第一樂章的開段 是否還會遇到最終的,在這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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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剛才那個特別重 這個特別短 這個低了半音,你不要以為它... 這個不關指揮事,對樂隊本身是低半音的 這個又低了半音 當然錄音越深,就會聽到... 錄音質量就越來越好 我們剛才聽過,只是貝多芬的三個交響曲 英雄交響曲的頭兩個和言 你已經可以聽到有這麼大的不同... 你可以想想,一首50分鐘的交響曲 只是頭一秒,或者兩秒 就已經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所謂 所謂interpretation 就是指揮可以和樂隊的配合之下 可以創造出什麼 首先也要提到 有些錄音的音高不同 跟指揮沒有關係 有時是因為錄音的關係 也有時是因為樂隊 譬如英國樂隊較低一點 歐洲樂隊較高一點 整體的聲音 所以這就不關指揮事 但你聽到聲音上的深度 究竟是誰先 有幾個錄音 如果你再重複這段影片 你再聽一下 有幾個錄音是Timperny先的 指揮要求定音鼓手 先打下去 之後對樂隊才有聲音 有些就會說 要低音大提琴 和定音鼓 和所有低音樂器先 然後專門令到第一小提琴 或者所有高音樂器遲 那會做出來什麼 效果就聽到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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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很清楚聽到一個音樂 又有這樣的處理 有很多千變萬化的處理 另外一個樂短 帶給大家看 就是馬立的第二家響曲 最後的Ending 為什麼選馬立第二家響曲呢 其實它有一個名字 又是很爆的 叫做復生 它裡面當然有歌詞 就是很棒的 聽到很感人的 就是We shall die in order to live 即是我們要死才可以生存 這個就是復生 那這首交響曲 馬立的交響曲 就是包含了 它自己所說 包含了世界的一切 Universe的宇宙萬物 它說交響曲的曲式應該是這樣的 你也聽到它這麼貪心 可能有些人覺得要包含所有東西 你也知道它裡面是包含了多少東西 你猜一下這首交響曲是多長 就是一個小時三十分鐘 換句話說 是沒有中長休息的 你一個小時三十分鐘就是這樣聽 你想想貝多芬那時候 就是它那年代 給五十分鐘的交響曲都被人罵 它現在是一個小時三十分鐘 當然現在今時今日 馬立交響曲是最為人熟悉 亦都最受人歡迎之一 亦都是這樣 因為馬立的精神 我們馬立樂團就有這樣的名字 改了這樣的名字 它的歌曲是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寫的 十八世紀的時候寫的 即是一百多年 不是十八世紀 是十九世紀 不好意思 十九世紀的時候寫的 它的歌曲是另外一件事 很特別的 就是需要用到Wire 雖然它不是第一個用 我們現在只聽一下它的尾段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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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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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